準備好了,開始 完整句子, short answer 技巧,收到卷,第一件事 你不再看文先的了,看 instruction 第一件事,看 instruction 看清楚要我們做什麼 之後,立刻落題目 圈低,講個動詞分三類 立刻圈低,去給你一些提示 我見到Do,就是simple present 我見到Do,simple present 我見到Is 跟著,but good 中間這麼長,去問kind of 留意simple present 問你,我見到Dus 我見到Mean 跟著這一堆東西,這麼長 當然是用Poner,水袋去 跟著Mean,記住 提醒你simple present,要塞回S 跟著我見到第三類動詞 間低,第三類動詞要留 第二類動詞,提醒你 要加S,或者否定的時候留 第一類動詞,照跟 如果Do,如果Do,不是yes,no question 就是不留 動詞不動 跟著回去找答案 很多時候是順次序的 這些答案不難找的 最重要是你適合格式 和適合格式 什麼應該抄,什麼不應該抄 心裡有數 善用Poner,Indians 立即可以用the 然後people in這個地方 立即the 有信心就用Poner 不浪費時間 省字 然後you這些,記住轉回V和鞋 跟不跟到 好,完整句子 第二份完整句子 第二份完整句子 那這個已經選了 OK,Complete sentences 海凡 這答案不難找的 It's money test type 那It is 什麼 跟著who thought of was good 兩個動詞,麻煩不要抄漏 他在下跌你 第二女動詞下跌你 所以那個動詞 記得轉tensis 他跌你 麻煩動詞立即動的 後面一個ing form 照抄 不要抄漏 另外又跌你 跌1 他選錯 2後面不是動詞 應該是動過1 跟著一圈圈動詞 就上面找答案 要抄的字幫我抄足它 就是這麼簡單 完整句子 沒有難度 第一件事要適合tensis 第三是完整句子 同樣完整句子作答 那就馬上圈動詞 第一件事 第一類動詞 Did 問你 Want 記得動 Did 問你 Tick 記得動 跟著comma comma之前一定要抄完 又does refer你 那就it It refers 然後叫你圈答案 所以第一件事 什麼都不需要做 完整句子 就是要看了題目 分析動詞的類別 哪些要留 哪些不應該留 分析動詞 comma 要抄 Food stop到Food stop 要抄 明白我說什麼 應抄就抄 完整句子 其實答案不難找 問題是要 所以臨膠卷之前 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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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清楚 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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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